用的是ASSIS資料庫 用法的話 基本上就是 利用先建一個資料庫在旁邊 然後建一個資料表 名稱的話記得注意一下 因為如果你名稱記錯的話 新增會有 insert into的那個 名稱就會出錯 然後我們是新增一筆 再新增全部 新增一筆跟新增全部 都會利用這個 利用ADO新增資料庫的 這一個 共用的程序 那這個共用程序 未來當然你也可以用在其他地方上面 就是說如果 有一個程序 應該 有一段程式 可能很多地方都會用到 一模一樣的部分 或者即便不是一模一樣 但是你可以透過 傳遞引述去改變裡面的值 有沒有比如說我這邊有 總共有六個欄位 那我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這六個 引述 傳遞過來來改變 比如說那個儲存格 六個每一列每一列都不一樣 所以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變更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比較關鍵是insert into 然後特別是這邊有空格 串接 特別注意 這個 seql 這個是 一個字串 那我下面這個是再去串它就對了 seql等於自己本身 再去串後面的value OK 這個我剛剛講過 你要特別注意那個單引號部分 OK 盡量單引號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是文字的話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 exql 然後再全部新增 再刪除 再從資料庫 資料庫查詢回來的話 就是seql 所有front 就是用這個語法 當然呢我剛剛講過 我們現在seql 只用到 三種 其實還有其他的變化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查一下 seql語法的相關教學 然後 再把它用什麼 copy reql Lrange 物件 的a2 意思是說 幫我再把它 從資料庫再查回來 OK 以後的話 如果 其實我建議 你一定要這個部分 一定要 不管怎麼樣 反正就是 看有沒有機會用到 因為如果你多用幾次 這些 都會慢慢的 非常熟練 然後 from哪裡呢 myrs 刪除的話 就不需要這一行 所以delete 也不用一個新號 delete from 問題2 這樣的話 就全部刪掉了 那最後的話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你現在的資料 資料庫 是在他的旁邊 可是未來會有個問題 你的資料庫 如果要給 大家一起用 那大家一起用的話 你可能需要怎麼樣 把它共用出來 有沒有 那共用出來的話 你怎麼樣 可能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說 我看一下我這邊程式 我底下這邊會有個註解 各位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我的這個 新增資料的下方這邊有沒有 會有一個什麼呢 Data source 等於什麼呢 這個 斜線斜線 這正斜線 後面加上什麼呢 IP位置 再加上呢 你的資料庫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 會把你的資料庫放在共用區 給大家共用的話 那你的做法基本上要怎麼做 一 如果你要共用 我發現 用SS 還是不太方便 我還是比較建議你用什麼 買SEQL啦 或者是MSSEQL那些 因為基本上 SS 它剛開始的定位 就是在單機上使用 它是單機型的資料庫 那我們現在這樣做 可不可以 是可以 可是 很麻煩 而且問 可能衍生性的問題 效率上面 存取 當然相對的一定會比 SEQL的 共用 活業 共用工作 工作部來的 效率更好 但是 還是如果你資料量多 用這個方法 還是不是很好 那可是我要怎麼共用 先新增一個資 也許我這邊 先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 我如果要共用的話 我就是 再來 這邊 給他一個資料 問題02 假設這樣 要把這個問題02搬進去 搬到裡面去 把它移動 移進去之後 那 不過他這邊要先把它關掉 否則沒辦法移動 移動一下 因為你如果 ACCES開啟 你沒辦法移動 按右鍵 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共用 不過共用我習慣是按右鍵內容 共用 然後把它按共用 共用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 他會問你說你要共用給誰 這個時候就有權限的問題 那如果啦 在一般公司內部的話 就是AV1 把它新增 而且特別注意喔 新增完AV1之後呢 你的權限 還要必須怎麼樣 給他寫入權限 因為之前有同學新增 之後啦 有共用 沒錯 可是只能讀 就select可以 但是insert into 就不行 為什麼 因為insert into 要有寫入的權限 可是如果你沒有給他寫入權限的話 糟糕 他會出現什麼 寫入失敗 對不對 所以記得喔 AV1指的是每一個人 都有這樣的權限 不過也蠻危險的啦 OK 因為如果有人知道說 你這邊有分享 他也可以做什麼 把你這個檔案 call走 所以安全性各方面 其實不是很好 OK 你也可以加密碼 我們剛剛有講過啦 那個Connection Street裡面有教你怎麼樣再加密碼 把它共用 共用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出現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你共用的項目 你也可以複製 如果放桌面上他變成這一串 你可以複製這個連結 那位置的話 你知道嗎 把這個位置放在那個 ListWord 那個Path裡面 就可以共用了啦 OK 只是說呢 這個地方 把它複製一下 你可以怎麼改呢 如果說你要給大家共用的話 再來的話 就是把這一段給 註解掉 我的習慣註解 開下面這一段 下面這一段的話呢 就把那個剛剛的位置這邊 把它貼上 貼到這裡來 看一下問題02 File 應該這邊 這個可能要刪掉 這一些 這個是我的 電腦位置 然後我的user的目錄裡面有這個 然後就這一串 後面這個也要拿掉 然後 這個 後面要留這個 但是後面還要加上什麼呢 加上一個斜線 然後把什麼呢 把這個問題02的這一個 資料夾 前面是資料夾嘛 後面才是檔案 把這個檔案加上去 這樣才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當然呢未來 如果你要給別人 共用的話 可能要找另外一個電腦 或者你們 隔壁跟隔壁 就是 兩兩互相 測試看看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共用 的部分 比較麻煩一點 1 先建一個資料夾 2把資料庫放進來 再按右鍵 共用 共用一下 記得這個av1 記得要什麼 寫入全線 否則你這個地方 是無法 被寫入到資料庫裡面去 試一下 記得 怎麼樣解決那個 網路共用 SS的問題 先做 共用 然後 給他一個資料夾 把資料庫放進去 共用之後呢 記得 這個av1一定要是 能夠寫入 如果你讀取的話只能夠slate 不能夠insert也不能delete 因為只能讀 修改程式的話就是共用之後會有一個這個路徑 那把這個路徑稍微給他一下應該可以理解 反正 這個是電腦名稱 當然這個電腦名稱你可以改成你的IP位置 IP位置怎麼查 這邊右下角可以按右鍵 開啟那個什麼的網路共用中心 區域網路地方 你可以詳細資料 這邊有IP位置 你可以改IP位置沒有問題 OK看個人習慣 如果你用名稱 或者IP位置 OK 然後再來就是哪個資料夾 因為我放桌面上 所以桌面上我放了一個問題02資料夾 那有一個什麼呢 SS資料 的一個資料庫 OK 這樣應該沒問題 那再來的話呢 可是最後你可以test 不過 自己測試自己OK 但是你會發現 如果你們等一下連我這邊會出錯 為什麼呢 因為 Windows 7以後的版本 它預設的 網方是關閉的 就是因為為什麼 因為 他擔心像之前那個什麼 XP的時候會有乳蟲攻擊 有沒有 乳蟲攻擊就是你只要有一台電腦 中毒了 因為所有的網方都是開放的 他會一直亂丟東西 風包亂丟 然後整個 然後整個網路呢 會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因為一台 然後或者是 把乳蟲也傳給其他電腦 反正就是 看共用區 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 感染了 全部感染了 所以 以前會造成公司 整個電腦完全癱瘓 所以後來呢 那個Windows 在7以後的版本 就是把 網方 的這個 預設功能 是關閉的 那如果說 你要開啟 特別知道 你要自己手動開 在哪邊開 現在講一下 在這個 下方一樣 有一個電腦 有沒有 一個網路連接 按右鍵 開啟網路和公共中心 這邊有個什麼呢 變更 這個什麼 進階的網路設定 點下去之後呢 請你往下拉 拉到最後有個 公用對不對 公用是給大家用的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再往下拉 會有個什麼呢 以密碼 以密碼保護共用 預設是開啟 意思說 我不對外開放 那可是問題你沒對外開放的話 你SS資料庫 也沒辦法被存取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關閉以密碼保護 按儲存 這樣子OK了 等一下你們也可以寫到我這一台 你要寫到別人那邊 都可以 大概是這樣啦 流程我想應該 沒問題啦 只是說 一定要實做一遍 最好是 前後左右鄰居 你跟他講說 你應該你們 我想你們應該電腦的那個名稱不一樣而已 我這邊是 PC 935 Dash T 那你們可能 應該名稱是什麼 93級 Dash可能S Student 這個T是不是T恤 OK 這樣的話 理論上 你們等一下如果要測試 沒有對象可以測試的話 你也可以用我的這個測試 用我這一台 這個是我的 如果你要寫到我這邊的話 你沒關係你就寫 跟我講一下 你有寫東西過來 你可以再來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雲端上我也放 所以在雲端白板上也有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但是 這個SS部分 畫面還給各位 試一下